大家好,我是Ten 庞坦所有蛋的新曲Porto 登上了美国Peelboard的Hotback一位 根据Peelboard的发表 目前为止,包括Fit的歌曲CVGROBE 庞坦所有蛋一共有四首歌拿下了Peelboard的一位 创下了美国Peelboard时尚 首次以团体拿下三次Hashya TV 一进榜就登上一位的大纪录 这也是继Jackson 5之后 时隔51年 以团体再次创下的最短时间内 拥有四首Hotback一位的大纪录 然后在今天 印度一家广播电台的采访内容 感动了全世界的粉丝们 6月1号 印度的一家广播电台 公开了与一位印度人的采访内容 当天受访的印度人表示 自己有在韩国做过外送员 如果问我是不是PTS的粉丝或者是阿米的话 我不是 我因为工作遇到过四个人 我见过Chonggu Arem Chin Suga 他们四个人的态度都很棒 从来没有让我感觉 他们是有着数百万粉丝的人 尤其是我想说一个例子 曾经Suga 那是一个下雨天 有一个功能叫做外送员请求 在那个地方他留言 下雨了 外卖不管有多晚也没关系 一定要小心 注意安全 不觉得很厉害吗 很厉害 粉丝们应该知道 Suga在练习程时期 为了赚学费打工送外卖的时候 出过车祸而让肩膀受伤 对 应该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记忆 Suga才会这样的 现在都有那么多的人 对送外卖的人狗眼看人的眼 Suga真的是 外卖人 真的 最近因为疫情升温 很多人都会在家叫外卖 所以我们一定要体谅一下他们 就算送餐晚了一点 我们也不可以发脾气 反而要谢谢他们 在这种时期也能为我们送餐 我好像是说废话了 看这个频道的大家素质都很高 根本就不需要我说这些 对吧 下个消息是 在EXO的团组 EXO 欧拉罐第二季预告公开后 很多网友们都因为 Dio的脸而被吓到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2013年的Dio 然后大家猜一下 哪一个是2014年 哪一个是2020年的照片 大家能猜出来吗 这不都是2013年吗 2020年的照片是 这张 怎么可能 就是可能 又是我一个人老了 哇 真的一模一样 不夸张 第一次看过跟过去这么不变的人 失录人的我看了 都好像是在看Tlinked in Chucky一样 就是在两张一模一样的图 走出不一样地方的游戏 说是今天出道的新人 应该也会相信吧 岁月的风波 都到我一个人身上了 今天最后的消息是 6月1号 有位粉丝在IG留言问了 阿东米G圈 宇宙 对刺青有没有关系 宇宙又回答 不是肉被挖掉 就是户籍会被挖掉 自我呢 呵呵 呵呵